多谢主席 金发局张局长 在我们南豚的精密科学园区 园区内呢 现在有两栋饥饿住宅 也就是新业成家跟新业宜家 那这两个住宅呢 加起来是总共大概1000户左右 那再加上24个社区啊 总共我们的这个住户大概有1600家 那这1600家呢 因为我们在2018年11月 我们通知了这个新业成家 就是对污水处理费呢 它必须负担 这个社区必须负担每个月 6万到8万元 这换算起来就是每立方米呢 大概它要负担 也就是一度水要负担21块钱的污水处理费 这个把它平均下来 每一个一户呢 大概一个月 需要负300元到500元 那这个事情呢 经过本席在议会多次的反应 然后也在跟当时的我们的金发局局长 联络讨论以后 他在2019年的3月26号 我们一个公文把一度21块钱降到10.38元 10.38元 看市已经降了50% 但是本席呢 查了一些目前六都 六都的这个 一般用户的污水处理费的这个 这个缴款的 这个使用的一个状况 支付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对台中市 尤其住在精密科学园区里面的住户 还是非常的不公平 还是非常不公平 每一户仍然要缴 就是说 以前是大概300到500 所以说现在换算起来 每一户也大概要在200块到300块之间 这个我们住在精密科学园区里面的朋友呢 讲起来 当时呢可以中签 这个简直是上天堂一样 但是呢 当他接到这个账单的时候 我只能跟局长讲 简直从天堂跌到地狱下来 那台中市呢 目前对于一般的用户 目前对一般的用户 目前是未增状况 未增状况 所以说 如果单单针对 精密科学园区里面的住户 去给他增一度10.38元 本系觉得非常非常不公平 也是一次两次的状况 那这些事情呢 本系已经反映了很多次 那对于这些事情 我讲说对住户不公平 一次两次这样的一个疑问 来局长 你答复一下好不好 答复一下 谢谢谢谢议员的指教 那有关于议员队争取 我们精密科学园区1600多户的厂商 是是 所谓污水费这个权益 我们非常赶配 那这件事情 我们经过成本的计算 还有跟当地的民众 还有民意代表的沟通 还有所谓的那个整个因为这个是依照产创条例的必须负担的成本 这样几个因素考量底下 我们千奉何可 市府每度收五块钱 多少 每度多少 每度五元 每地方公尺收五元 所以十一点三八元降到五元 那这些事情确定了吗 确定 好那非常的感谢我们局长 你就是从善如流 我来说在地的住户 因为这件事情会觉得被认为是二等市民 对于他们权利来讲非常的不公平 特别要强调就是这些劳工朋友 这些社会住宅的朋友 讲起来在社会上应该是比较年轻 比较弱势的 比较弱势的 一般的住不用用 不用缴钱 那他必须要缴十一点上面 觉得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你现在可以说我给工了五块 我给你感谢 但是我是希望将来能够朝 跟我们台中市一般住一样棉角的状况 我觉得我建议我们局长能够朝这方向努力 你可以答应吗 报告议员聊个数字在跟议员报告 我们经过精算 现在一千六百多户 对 现在要缴的那个费用是每个月大概一百二十五元 是是 用五块钱 因为这个事情因为牵涉到住户 他的确是在精密科学员区里面 所以你现在给他缴使用费 我想是不得不 那我想五块钱 我感谢局长 那将来继续朝跟台中市民同等待遇的方向来努力 我给你做这个建议 你请一下 谢谢 谢谢 好那我讲这件事情 我们的副市长跟进化局局长也再听一下 市长在五月十九号 市长卢学院在五月十九号 他客串代言人 这个办一个活动叫做来假便当 来假便当 他选了台中市三十家的一个一个我们的电商 他办了一个来假便当 那这个来吃便当呢 这个我给他看一下 每一个便当呢 最贵的要九百九十块 九百九十块 那也有的店家单店 只有一款 只用一款三百块 三百块 那本市认为 这个其实在这个时候 疫情还没有整个结束 那在民间呢 为了一万块钱的纾困方案 大家在那儿王家 在电视面上看到 在那儿王家 在那儿 无法大家民怨沸腾的状况之下 再加上 这个 我想一个数字给局长跟 我们的副市长参考一下 最近这整个 整个这个 无薪假 无薪假 无薪假的家数 跟人数都创新高 根据本期这边的资料 是截至五月十五号为止 十四无薪假的人数 达到两万一千多人 加数也达到一一八九 一周内增加了两百 两千零六十七人 增加了一百四十二家 整个疫情导致台中市的市民 我跟副市长报告 不要说三百块 不要说九百块 连现在吃七十块的便当 七十块的便当 刚才十二点多 我跟副市长也吃到便当 连吃这个七十块的便当 都吃得心惊胆跳 因为很多朋友告诉我 这六块的便当吃下去 下一餐有没有办法再继续吃 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市长去推这个案子 我觉得 这个时间不宜 不宜 我认为是应该 感觉应该高党是 到整个疫情结束 大家有工作 有饭吃的时候 再来推这个高党的 一个便当 而且市长在当天的发言 我是觉得有待斟酌 他说他已经吃十几间 已经吃十几间 他六月第一间 六月第一间 他要把三十斤都吃完 那这件事情呢 我联想到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连占的五百元便当 连占的五百元便当 我想各位朋友都很清楚 第二件事情 我联想到一个故事 这中国的经费地 何不食肉米 何不食肉米 第三件事情 我想到什么事情呢 1789年 法国大革命 安东女皇后讲的说 人家问他说 我们的市民 我们的国民都没面包吃 没面包吃 你就是吃蛋糕 我想到这三件事情 当然不一样 但是 让人家感觉 不知民谦疾苦的 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针对这件事情 我请副市长 来 你想一下你的想法 好不好 我想这样子 主要是因为 有很多餐厅 这个饭店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它的这个业绩 的确是 没错 一整两整 所以 就是他们转座 就是说外卖 外送 所以用这个便当的方式 但是他那个 可能价格不像 您讲的那么高 有有有 三百多 九百块 当然又一百多块的 可能是一百多 可能有 一百多可能有 但是 最靠是九百 对这个我想 九百九十百 我想这个概念 主要是 就是说来帮忙 推广 就是说这些饭店 转型 你知道你是想帮忙 这些商家 价格是他们自己订 但是其实 这三十家 我想很辛苦 我们都知道 很多都是我们 共同的朋友 那但是呢 我觉得 其实也不止这三十家 其他很多 低价位的便当 便当业者 也是教苦连天 教苦连天 而且我是觉得 等疫情结束 然后大家都过得去 有工作 做有饭吃的时候 我想那个时候 可能再来推这个 比较高档的便当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合理 台中市的餐饮工会 还有台中市的旅馆协会 这两个工协会 推荐出来的厂商 推荐的是啊 推荐的是啊 那我一个好朋友啊 阿里啊 烧尔之家 他昨天打电话跟我讲 他就在那边抱怨 他说我烧尔之家的便当也很好吃 一个才一百二十块 他就说 但是我 我虽然同样姓鲁 但是 我就不是财团 所以就不只是列入三十家 这个玩笑话 我是要特别要讲的啦 就是说 实际上的确有他斟酌 考虑的地方啦 阿不 感觉市长会员 感觉说 现在我吃七十五就吃不去了 就不再来吃 你都叫我吃九百九十五 让人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感觉 观感不好 观感不好 我做这样的建议 接着把时间交给光手打 我们 那个其实都是这个好意 但是我们在做法上面 我们未来也会更周延 更周延 谢谢副市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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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